今早我們乘車來到大嶼山 芝麻灣郊遊境是全港最長的郊遊境 沿途多個打卡位 走到最高點老人山之後 沿途都是平地 所以不算很難走 不過是考體力的一條行山路線 想知道我們走了多久 沿途有什麼風景看 那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我們早上8點半在東沖港鐵站集合 坐3號M巴士在駱惟村站下車 穿過小徑就會看到這大片草地 再走前一點就會看到這片濕地 頭身前一點就會看到很多蟹仔很有趣 剛剛起步已經有這麼多東西看 實在太興奮了 穿過駱惟村看到一隻牛在吃垃圾 這就是大嶼山的貝澳山坑 看看多漂亮 水多清幽 南天白雲 配上一望無際的海灘 真的很想在這裡停留多幾秒鐘 慢慢欣賞 好啦 我們繼續走 今天是Kony 和Jow 爸爸繼續走 見到芝麻灣郊遊徑這個牌 就代表我們要上山了 先哭後天 先走上山 再輕鬆下 給大家一個行山小提示 你永遠放慢腳步 慢慢走 也不要中途停下 因為停下了再走的感覺 是會更加累的 大家一起跟著小朋友 一起走那幾步 看看下面 景多漂亮 再看看上去 好像很快就到山頂了 哎呀 這條行山路線很快到山頂 打卡位就是坐在岩石上 遙望貝澳沙灘 我們沿著這條路 就可以走去主山老人山 沿途一直都是落斜的 所以要小心點 不要滾走下去 看到這個山火燎望台 就代表你已經到達老人山 這些藍12345 是用來辨認山火位置 而它實質的操作是怎樣 我就不知道了 今天的天色真的好美 你說這個雲像不像恐龍骨呢? 話說Mr.Helman換了Gopro Hero 8 畫質是不是漂亮了很多呢? 我們上到來路人山 現在是正午的12點 我們就上到來芝麻灣加油徑的山頂 路人山啦! 這裡只是路徑的六分之一 所以我們還有六分之五的行程要去 這段路我們會繼續下山 沿著海邊繞一個圈 行山第一大大話之首 就快到了 半個小時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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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不要說到死 說到死就不死了 就到了 你們也就到了 到了十浪水塘 這些是荒廢的屋 而平靜的水塘就在旁邊 我們繼續沿路向前走 發現地上皇家 繼續下山 我們就會穿過巨石鎮 這段沿路呢 也有很多大石在旁邊 是一條很有趣的路 到你了 我們經過一大塊的岩石 遠處又有凸出來的石頭 走到熱的時候 前面又有大樹 形成一個圓孔形的樹林 好像要進入二度空間 人類要頭樑 蟲蟲到要頭樑 走啊 不過我不喜歡牠們 牠今天多了很多類似蜻蜓 但牠的翼又沒有蜻蜓 那麼長的 短很多 然後牠拍翼的頻率是非常之高 最搞笑的是牠的雜訓是什麼 我很喜歡在一條山路的正中間 因為牠都被鑽定不起來 所以你趕快走一會 就會聽到耳邊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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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 嘔嘔嘔嘔嘔嘔嘔這樣 你之前不是走這座山嗎 是啊 所以就不見過這隻蟲 當然是大魚生卻有的 這隻蟲 所以對於蟲蟲有鹽蜿的朋友 就可以告訴我 究竟那隻蟲的名堂是什麼 還有牠到底會不會咬人 現在üste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 我們已經慢慢走下山 大約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去剛才我們搭巴士的那條村 又一打卡位 兩塊石連在一起 就命名為連理石 正在報時 4點10分 我們現在就走回去 貝奧 完成我們今天的行程 我們就在望東灣村 去到望東灣沙灘 就很快去到終點 休息了一會 就慢慢走回去貝奧沙灘 很開心 被我捕捉到黑端炮班 穿過森林 我們又回到貝奧沙灘 來到芝麻灣 交遊徑的尾聲 先報一報時間 現在的時間是5點05分 最後的彩蛋 就是看看後面 我們看到來到的牛牛 好啊 見證著什麼叫做一邊吃一邊咕本 你餵他們吃東西 冬天餵馬草 如果冬天餵馬草 每天請我們吃馬草 我們繼續沿路向前 走去3M巴士站 就可以坐車回東涌 看看那邊的美景 這個就是大嶼山的景 看到片了嗎 當然要like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和我行山 或者想我介紹哪一條的行山路線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拜拜